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七月與安生 這是由曾國翔導演的第一部電影 周東宇 馬思純 李成斌主演 改編自安妮寶貝的網路小說 在金馬獎上得到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雙贏後 這部電影已經拖了一陣子才在台灣上映 在進電影院看七月與安生之前 我已經看過了 在大螢幕上面再看一次這部電影 我必須說 真的是會有不一樣的體驗 人物被放大之後 所有的細節顯得十分的重要 你會感受到更多這部電影的心思 更讓人覺得七月與安生是一部很棒的電影 我覺得是一個幾乎完美 然後絕對會成為經典的 關於女性青春成長的華語電影 這是七月與安生兩個女孩子的故事 由十三歲到三十幾歲 兩個人的個性截然不同 一般我們在交朋友的時候 大多會找一些比較相似的 同知性比較高的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同溫層 但七月和安生不是這個樣子 而當你跟一個人認識久了以後 你是會有感覺自己被對方影響的 身上會多了很多對方的影子 他們兩個人就是這個樣子 漸漸的變成對方 或者說七月和安生這兩個女孩子 他們都很會長 在表面上他們都有自己的樣子 可是在裡面他們心裡面其實都希望能夠成為對方 安生希望能夠成為七月 七月也希望能夠成為安生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有很多朋友之間常常是這個樣子的 對方是一個你想像中另外一個版本的更好的自己 這是一個用謊話開頭用謊話結尾 充滿了謊言的故事 電影中的謊話大多是為了閃躲 所以選擇不說實話 它不是那種互相欺騙而與我詐的謊話 除了欺騙別人的謊話也能欺騙自己 這部電影當中有很多隱藏的謊話 是七月和安生用來欺騙自己的 欺騙自己可以遠走高飛 欺騙自己可以等對方回來 欺騙自己不需要百變 欺騙自己現在是快樂的 在故事情節的表層裡面有很多的謊言埋著 我不是女生 但我想好像一個女孩子的成長當中 起碼在這部電影中 以七月的媽媽和七月之間短短的幾句話來看 這是一個女生不斷會面對到的問題 該出走或是留下 該不該繼續欺騙自己下去 成為別人期待的好對象 而你也不能說選擇活在謊言裡面的人是笨的 說不定他們才是真正聰明的贏家 能夠欺騙別人也欺騙自己 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這個矛盾我覺得是在七月與安生當中 讓我看到很重要的一點 女孩子在成長中會遇到的困難還有難題 再來聊聊男生 佳明在這部電影當中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負責讓兩個女生產生矛盾衝突的人 我記得第一次看完的想法就是 佳明這個人到底有多帥 可以這樣子破壞到一對姐妹的情感 但後來想想也就明白佳明其實不用有多帥 這對姐妹都是會反悟的 因為他們兩個人心裡面的矛盾一直存在 想要的東西又是一樣的 衝突本來就會發生只是遲早的事情 但佳明他真的是一個很不夠男人的人 就是很該死的那種中央空調型的暖男 不過佳明這個角色對我一個男生來說 是一個可以在這部電影當中投射的對象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身為男性的導演 曾國祥他的投射對象 他在這個故事當中什麼也不能做 只能看著陪著這兩個女孩子一年一年的長大 留下遺憾給自己成為他們的一個過客 有的時候有些男生就算結婚了 或者在一起很多年了 但是你知道永遠對他來說最重要 對他最有影響力的人 還是那個女生永遠的閨蜜 因為那是你永遠不會懂的一塊 你永遠打不進去的一個領域 七月與安生劇情好看的地方 在我前面說過了 跟真實的人生一樣充滿了謊言 整個故事須須實實的讓觀眾很捉摸不定 還有所謂三個結局的安排 同時又表達出人物之間很深刻很真切的情感 以及割捨不了的過去 劇本的層次跟厚度都做得很好 畫面更是好看美美 兩個人永遠在出走和留下之間一攻一守 我真的很喜歡這兩個女孩子之間的情感 我想嘉明也是 可以遇到一個互補然後互相了解的人 真的是很好很美的一件事情 其實劇與安生是一個很好看的文藝片 每個角色都很討人喜歡 也都很讓人討厭 所以非常的有趣好看 特別推薦給所有有閨蜜的人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有閨蜜的人 去欣賞這部電影 看過的人一定要再去電影院看一次好嗎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Rovie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